都是中国人嘛 每一个中国人来提供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我 一个人我就要赚你多少钱嘛 嗨大家好我是老魏 现在早上的八点钟 我跑到了这个龙安的德河 我听说这边有一个做常德米粉的 每天可以做到一百多碗 只做早上 生意特别好 所以特别跑过来看一看 它是不是好吃 跟着老魏呢 我们找一下 散落在越南各地的中国的美食 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呢 老板准备了大量的碗 然后里面放上了很多调料 可见它的生意很好 这样准备说明到时候客人来的时候 会一下子来很多 如果临时准备会耽误大量的时间 从这可以看出这家店的生意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 它从7点一直到9点 这里一直都是生锋断 这一张粉有什么特色的地方 这么多客人来吃 这附近是龙安的工业区 龙安德河的工业区 附近非常空旷啊 周围立的比较远的地方都是一些工厂 这些来吃的食客呢 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一些老板啊 或者说一些高级的管理者 这一会儿客人就多起来了 老板就开始了忙碌 煮粉给客人点菜 来这里的食客 大多数都开着车 或者骑着摩托过来 因为特别特别远啊 都住得很远 这里忙的时候每天食客 都是把车停满了这条路 这是越南公司给配的补计 一些水啊 啤酒啊 饮料啊 老板早上一直非常忙碌啊 来回的奔跑 一会儿店里面就坐满了零星的客人 现在八点一刻 现在客人一下怎么这么多 这每天都这样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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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礼拜一 礼拜一稍微那个一点 礼拜 礼拜五 礼拜天的话基本上就你就看到我这种场面了 啊 因为中国人嘛都想早上平时的话大家上班比较紧张的吧 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 嗯 然后给你 然后每一12加个油条13 好 你先吃吃饱了再再再说啊 这没关系了 这么多调料是自己加 再放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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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加了花生 小酸豆角 这是什么 老板这是什么 啊 猪油渣 猪油渣 是吧 那加上 加上特别香啊 来 香菜 外面做的蛮慢的我在里面吃 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半了 这里还是这么多客人 在上午9点半啊 这里客人还这么多啊 他的粉好不好吃 因为老魏没有在视频里说 我们就看有这么多人来吃 我们就知道他好不好吃了 现在忙到10点半才吃一碗粉 哇 还有人过来 现在都10点半了 都要上午了 10点半不管他有没有收掉 不然太累啊 休息一下 吃完了粉在工业区逛一逛 他在工业区这边非常空旷 这里 在这住的原住民相对来说都比较稀疏 来他店里吃东西的客人呢 大多数都是当地在德河这边 开工厂的一些中国老板 中国人 很少有本地的越南人来吃 有的很多老板都是开了 开着汽车啊 开着这个摩托车 跑很远都路过来 那就是为了这一口 长得米粉 我是想找一个咖啡店买杯咖啡 这边还不好找 这里还有做小面的 一碗小面 老乡饭店 这是做香菜的 好胖子烧烤 胡志明也有家炒胖子烧烤 不知道是不是连锁店 这里是越南餐 咖啡大空的 猫干 咖啡大空的猫 咖啡大空的猫 猫 这里一杯咖啡15000吨 把这里的非常空旷啊 没有什么人 没有多少原住民 这里一个六哥烧烤 精酿鸡酒 现在还是这么多人 还是很多人在吃东西 又有开车的过来 现在已经是中午11点了 现在11点多 这个冯总这边终于是忙完了 忙完没客人了 终于没客人了 哈哈 准备中午餐了 中午的中午的餐是吧 中午 马上大概半个小时 要中餐 中餐也要来了 那你这一天够忙的 晚上还做 晚上对 晚上一般的做到几点 晚上8点多钟嘛 8点多钟 反正我不做宵夜嘛 不做宵夜 但是有客人来的话 他们朋友喝喝酒啊 吃吃饭也没关系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时间限制 那你这天也是非常辛苦啊 他们忙的时候我就闲嘛 我闲的时候他们就忙嘛 对不对 今天是他们闲的日子嘛 今天你的米粉 卖了多少碗 差不多200碗 不过你做的确实好吃 感谢感谢 所以大家才会这样捧场 感谢感谢 今天确实我 到现在两个人呢 三个人一起忙忙 从早上7点半了 对您这个米粉的原材料 基本上我看 都是中国中国过来 中国过来一碗粉卖8万这个价格 6万6万 一碗粉卖6万 6万对 哇那这个价格这么低啊 对我们没有拿 大家吃着比较那个就好了 嗯 我的 全部都是6万的价格 因为在胡志明吃一碗越南粉 像这样的 6万块钱有时候也吃不到 没办法的 没办法 6万块钱吃不到 对对对 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 分量跟那些都配得比了 用料也也确实很实在啊 是是是是 都是中国人嘛 每一个中国人来请我的时候 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我 我一个人我就要赚你多少钱嘛 而是说我们大家 他们来那个我的时候 我才有生意 是感谢我的一些朋友 这边的中国朋友 嗯 非常感谢 确实做得很好 感谢 在冯老板这边也遇到了一个 专门配送中国蔬菜的啊 因为蔬菜也都是从中国过来 对都是从中国过来 所以也供应这个中国超市 嗯 中国超市中国餐厅 一个新鲜啊 没有所有的过期的东西 他都会在我们这边报告 这是我们的一个 蔬菜全是新鲜的 对配配配合的一个木器 嗯 这就是这就是我们豪哥的一个 最标榜的一个版面 嗯 豪哥是专门从中国搞蔬菜 那下一次呢 我去豪哥那里 然后看一下他的蔬菜是 怎么样来配送的啊 一天有多大的规模 多大的量 豪哥每天开着这个开着这个皮卡 每天送菜 整个您是一天是把平阳 胡志明 我们有三台车送三台车 有货车 也有那个商务车 货车商务车 对还有这一台车三台车送货 三辆车送货 对基本上把这个胡志明周边的一些 对中餐厅全配送了 对超市包括都都在配送 还有超市 嗯 哇那这个规模很大了 还可以啊 还可以好 下一次到您那看看 嗯 一定啊 好 功夫外卖满足您的家乡味